小米12是小米即将发布的下一代年度旗舰 然而现在网络上出现疑似小米12的工程机真机图像 这也就意味着小米12马上就要来了 图像可见小米12工程机在地铁里泄露 从侧面的角度进行拍摄 而且有厚厚的保护壳进行遮挡 根据图片判断采用双曲面屏幕设计 挖孔区域由侧边改为居中位置 整体造型看起来十分细长 即便女生也能够单手掌握 另外在之前相关的小米12的钢化膜和草图设计方案也出现了 为双曲面挖孔平形态和上一代小米11对比 小米12的挖孔位置改变在四曲面也变成了双曲面 屏下指纹位置在屏幕下方 后置镜头模组设计什么样怎无人知道 此次小米12地铁工程机出现也有一种可能 小米故意放出一些风声 提前两个月为心机预热 拉长消费者的期待时间周期 地铁里曝光手机成为了行业常态 苹果、华为、三星等有类似的先例 除了以上消息外 小米12采用的M OLED屏幕 还具有LTPO技术支持 刷新率最大为120Hz 支持1-120Hz刷新率智能调节 核心配置上 小米12可能会首发搭载高通骁龙898旗舰处理器 这颗芯片基于三星4nm工艺之层打造 超大合为Cortex-X2 在内存方面可以期待12GB LPDDR5X内存 和512GB UFS3.1存储 运用安卓12操作系统 内置MIUI13定制皮肤 就电池容量而言 小米12预计将采用4700毫安容量 但有极快的120W有线快速充电 和50W无线充电支持 相机方面 小米的旗舰手机被认为配备三传感器阵列 包括一个50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具有超大底解决方案 将允许拍摄1920fps慢动作视频 协助主传感器的将是一个5000万像素的前望式长焦镜头 可以提供5倍的光学变焦和数码变焦120倍 最后预计会有第三个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自带光学图像稳定功能 可以实现不错的视频录制能力 最近还曾泄露的一张渲染图显示 小米12可能采用陶瓷机身 这款手机预计在正面有弧形边缘 顶部有一个中间对齐的打孔 小米12首发芯片骁龙898的话 那么该机将会在12月份就能亮相 参考小米11系列定价 小米12首发其售价可能还为3999元人民币 台湾则以8加256GB版本售价21000新台币 该机在2022年元旦前后应该就能买到